我对这个世界非常好奇 好奇到我必须要自己动手去体悟它的存在 从自然的造化到祖先的智慧 其实每一个都值得推理 我常常想既然一切都会成为历史 那么一切就都是历史 就像海沙里到处是迭代的生命 书本里也到处是重复的人性 能重复的东西就可以去推理 就可以去推理 去异一段 只有好奇才能异一段 老沈一说 大家好我是老沈 这是大东 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话题 上一次我们 今天的节目 我先说一下 将是长平之战 整个这个故事的终胀 最后一集了 也是最高潮的 这么快就结束了 你还要住那儿 很多人都说咱们录的太多了 吐吐拉拉的还不结束 是信息量太大了 今天是中章 我们可不是故意拖啊 因为这个实在是想把它说明白 当然了 这个我有这样一句话 你应该知道 一个人不愿意马虎生活 反而被弄得走投无路 我们有可能这个东西越黏糊越黏糊 这话好像是对人不什么好话 我觉得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 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很想把这个给讲清楚 这个东西有点绕 可能到最后大家还是觉得 你们讲不清楚 你们讲得糊里糊涂的 对 但是我们 我们仕途是在历史上讲最清楚的 我已经经历 对你说的 我可没说啊 我觉得我们似乎已经沾这个边了 因为我们发现了很多前人没发现的事情 有这种我们足特逻辑性 反正我没看到 比我们讲的好像在明白的事 太夸奖自己 这话删掉啊 我确实不好 不容易懂 我们上一次讲到了是这个赵国换将 对 为什么是赵国 为什么赵国上 赵国上其实也是挫子里扒掉 你没办法了 他不是挫子 他还算是高个儿了 我们不是说了吗 连婆是第一位 他是第二位 对 他是第二位 那不到第四还是这样 还是高个儿 没了 下面没人了 你想还有什么人 也确实没人了 好 我们讲完了赵国 我们就得讲秦国了 不 我代替老百姓说一句啊 那不还有个李牧呢吗 李牧 李牧在那边对付匈奴呢 对 对 其实有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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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不说李牧呢 奇俭坡木 奇俭坡木啊 然后那不行了 连坡下面一个 排不到赵阔啊 对吧 我对这个事保持的态度是 奇俭坡木这四个队很可疑 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啊 千子文 对 千子文里来的 这个 李牧我认为 这个时候还不是主角 还不是这个时代的主角 还提不到台面上 千子文里边 为什么把奇俭坡木 放在一块 我觉得很有可能 跟迅姑有关系 首先有一点 奇俭坡木四个人 确实很厉害 也确实很有名 但是呢 我觉得 这个 我对李牧持怀疑态度 李牧可以 李牧可以 不 我对李牧 至少来说 我对李牧的上场 我认为可以用一句成语 社会的形容 叫鼠中无大将 料化 最先锋 他只能算是二类的 都死绝了 没得选他选了他 赵阔难道不是吗 不一定 赵阔也是 赵阔他有家传 他爹是牛人 我们而且从实际上看 说他比他爹还牛 有这样的话 好了 这个话题我们静止 打住 我们现在还是要回来啊 就说秦国换将 对该说秦国换将了 赵阔换将 赵阔是并不知道秦国 埋藏了一大杀招 我们现在看 这是长平之战 两方增兵的一个示意图 现在长平之战战场在这 赵阔从这往这个方向增兵 海南增兵 现在离主战场 如果他增兵结束以后 实际上 在这块区域 秦赵阶的势力就 平衡就打破了 现在明显是对 秦国现在的王和军团 是很不利的 因为他不论是人数 还是这个是有生意军 还是战术上 都未必是赵阔的对手 赵阔这个时候心里 其实是很嗨的 你知道 他感觉就手里拿着钞票 我直奔赛事长而去 他有两大优势 第一 原来是连颇 对连颇不行 赵阔肯定瞧不起连颇 我心里可能瞧不起连颇 你这个打法太保守了 所以首先 你看你不敢打 我敢打 对吧 我爹就敢打 我更敢敢打 对吧 一脉相承 所以勇者胜 他肯定是占了勇 第二 人数上 我比你强 你那才多少兵啊 王河本来就跟左树长 手里也没多少兵 这个时候 赵阔手里 后来光坑杀了就四十万 他手里面肯定是超过这个数 所以人数上占优势 这两个牌 他之所以这场战争 其实 我先下一句啊 我们今天所说的 很多人说 赵国真的有四五十万吗 第一 我们上次说了可能性 第二 我们今天说 如果我们相信实际说的 这是个大前提 不能叫这个汁 我们姑且相信 我们现在这个版本 是完全按相信的 这个版本 我要分析的 你这意思 还有一个版本 我没说 你这套剧套 所以这个时候 赵阔 他就一路小跑 就跟上去了 然后 但是 他没有想到的是 等会儿 他上来以后 先别说白起的事 其实这个时候 对秦国就产生了一个 对 如果我是秦国人 现在实际上 秦国是有两个选择 A 脑子不干了 不打了 撤兵 对吧 我打不过你 B 如果要跟你死扛 就必须得增兵 秦国 我们后来知道 秦国选择增兵 但是 谁是离战场最近的人 实际是白起 白起 大家别忘了 一直在韩国 对韩座战争 蹲在这不动 这是个大军团 增兵这是最近的 是 而且如果说 要对战场增兵 他的身份也是最合适的 带了几十万人马 王和的身份 肯定是不合适的 这个时候 赵阔 他之所以 尽快出击 直奔 这个 王和而去 其实 他也有点担心 接下来秦国增兵 当然是了 对 我现在打时间差 所以就是速战速决 夜长梦多 赵阔心里就这么想了 马夫子一家 包括从赵武林王开始 就秉承赵武林王 这个骑兵游击战 赵武林王就说过类似的话 就兵贵素不贵酒 我们不要那么多兵守着 我们只要机动性强就好 我觉得这个时候 赵阔心里面 整个这个局势 应该是一波三折的 赵阔对付王和 其实跟白起对付赵阔 是一样的道理 赵阔 这个时候 赵阔换下了连坡 连坡原来是 之所以原来 为什么秦国没增兵 是不需要增兵 够了 一直在打圣杠 连坡不行嘛 老将无能 最后换了小将上 小将想 好啊 你我现在迅速出击 对吧 打一个快速歼变战 搞个闪电战 对 就可以啊 所以打你个 措手不及 他当时这么想的 他没想到 这个白起在这边 打的也是这招 因为你原来的打法 王和原来的打法 他的对手是连坡 打了那么长时间啊 两边其实都习惯了 这种打法 就撑下去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赵阔用的是完全相反的招数 现在呢 对于赵阔来说 白起也是 才用相反的招数 对 赵阔的牌 出完了 但是秦国白起张牌 不尝尝会出的 咱们往下看 嗯 这还是你来念一遍 嗯 这个好像 这大家基本上 都都都很注意 这个字啊 我觉得历史爱好者 其实这个字 他一定 注意了不带他理解 秦文马福子将 乃殷实五万军 白起为上将军 而王和为魏皮将 令军中有感谢五万军将者 斩 这个里边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字 就是音 这个音字 对 我们放大家看啊 这个字非常重要 这几乎是他的制胜法宝 这个以前我好像看过 有些纪录片里面 也讲过这个字 但是讲的 我们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音字 对 但是为什么要音 不知道 而且你看啊 不但是音 而且底下还有 第二句话 谁敢说 我完全来就把人杀了 这个里面呢 原来的解释 就是看起来 说实话 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 大部分解释 都有点儿戏了 我猜一猜啊 我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说的 就是怕 对方知道 白起上把对方吓 吓着 倒不是 当然有人这样说 我听说这种说法 有这种说法 这是杀神来了 我知道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你过早的暴露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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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我最大的 那个老怪 对吧 对 你不能让老怪 你会出来了 然后 所以对于 你别把那个 赵国给吓着 然后那个战法 可能会改变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是怕 第二个是战法 可能会改变 这两个 这两个 又太简单了吧 所以 我刚才为什么说 他在韩国这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 待会我们肯定会讲 主要原因 其实是为了 不让赵国 就刚才说了 就信息不对称战 赵国是不知道 这地方埋伏着 这么大一个兵力 赵国这个时候 这段话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 也是最牛的 怎么叫 一个 一个 信息 不对称战的 一个范例 赵国这个时候 是叫 兴冲冲 拿着钞票 就冲到菜市场去了 他认为这个时候 老子天下第一了 基本上 你看 他往里面打的时候 王和是处于败事的 就 赵国认为 我不管怎么打 我硬碾压过去 你也死定了 因为我实力 就是比你大 对吧 我兵力比你大 我第一兵力比你大 第二 我赵家的名声 在这搁着呢 我就是个进攻的高手 而且我敢打 而且我现在增兵 我都是兵力 所以 所以他心里面 是不拒的 不拒的 但是呢 他就是不知道 其实 这还有一个 比他更狠的 这第一个没了 第二个 他的兵力 绝对不赐于你 但是这个信息 他完全不知道 我觉得吧 这事 还有总统分一些 你看 赵霍带着 秦国 赵国的主力 增兵的长平 公开的 秦国知道了 对不对 对 秦国跟赵国 对号了两年 多 算也算出来 赵国还不行了 换赵霍这个行为 傻子都判断出来 他是要搏了 他是要对拼了 实际上 这个行为 公开的行为 释放给秦国很多的信号 知道你要干什么 知道你的兵力 知道你的方向 知道你的战法 全都知道了 实际上这个时候 对秦国来说 就知己知彼 完全知彼了 完全知彼了 但是这只是 我认为这只是一方面 这个因恶还有一个作用 他要让天下 所有的诸佛国都不知道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你没说完呢 白起如果因子 大家不知道白起增兵了 实际上赵霍 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 只有亡和 对啊 只有亡和 我的对手是一个小人物 对吧 也不能叫小人物 人家好歹呢 一小错人嘛 一小错人嘛 白起 这个时候赵霍的心态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 这个就 如果一个因 就可以使赵霍 放心大胆的放手进攻我 对吧 这个不会遭任何的干扰 对他这个 要战术上 对吧 对第二个就是 你刚才说的问题了 你可以接着来说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个时候 其实存在一个这样的现象 就是 这个地方是韩国的地带 对吧 韩国 白起 就是白起军团 就是秦军一直是 原来是压迫韩国的 所以 这个时候 他应使白起为将 就是白起这个时候 不让各方知道 自己要到那边去增援 是不光对赵阔 还要让韩国知道 我在这 你小子别给我乱动 对 就是说 如果白起不应 过去了 那韩国很 后边也会乱 会带来一连锁的问题 就是韩国 要么 我直接从背后捅你 要么 我给赵国 补给 对 哪个他都受不了 如果白起 这抽空了 实际上 他也往后都可以夺回来了 这兵力真空没有了 这个 这个就有点像 原来那个 孙子兵法里面 叫增造减造之法 你还记得吧 就是 我去了 我保持那个战旗不变 我插完了旗子 我走了 对 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殷实 作用非常大 还有第三个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看一眼这张图 好 我们还是看回这个战国七雄图 势力分布 对 如 藏之战 看似是两国在打 实际上牵动整个全天下的心 对 大家知道秦强赵若 对吧 如果秦赵 大家都知道 哎呀 不不不 这个时候还不能够完全断定 秦强赵若 现在说 从国力上 大家都知道秦强赵若 是 对 大家实际上这个时候 更担心的是赵国 而不是秦国 对 一旦秦国把赵国打灭了 请问 这场打赢了 把赵国打输了 请问其他几个国家怎么想 大家就会觉得 那秦国更大 我们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这场战争 实际上大多数人 是有跟赵国合纵的可能的 如果赵国处于绝对劣势 是有合纵的可能的 而且赵国在这过程中 是要其他国家求决去了 所以刚才韩国也同样是道理 就是说你如果让韩国觉得 第一 你已经 你已经是 毕书了 对 这个赵国是毕书 毕书 那其他国家出手 对 出兵的把志愿打 或者是习近义秦国 所以 秦国这是一个因子 那结果是什么 其他六国看到这么个情况 赵国现在占优势 秦国可能不行了 王河干不过这个赵国主力 我们不用出手了 对吧 第一不出手 第二 这国家可能接着想 我靠 要是赵国赢了怎么办 那赵国就是一个霸主 我们要防着他呀 那就不是防着秦国的事了 我们身边崛起一个 对吧 所以这一招可以是其他几国 对他孤立无援上的 所以他无论是军事上 政治上 这个因子都很起作用 孤立了赵国 然后迷惑了赵国 现在问题出来了 我们 已经很明确的知道 这是我们今天 我觉得好像 我们从里面也看到了 这方面的解释 这是我们对这个事的解释 为什么一个因子 是这场战争制胜的关键 他不敢不赢 其实 这很聪明 也不敢不赢 如果要打这仗 其实 这个刚才那张图啊 就是战国气球分布图 已经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记得也是在上一季里面 我提到过 这是一场 零和博弈 就是 我弱了 我的对手就会强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他们一直 我原来曾经有个比喻啊 就像一块饼干被砸碎了 然后都在小板块之间 互相的找平衡 这个时候 秦 如果明显 我们可以看出几年之后 那个 不是几年之后 两年之后吧 那个邯郸保卫战的时候 就已经 都已经催生了合纵 就必须合纵 必须合纵 不合纵完了 对 所以找平衡 就是他为什么 一定不能让诸佛国知道 这时候诸佛国是 既怕亲枪 又怕照枪 如果照明显不行 他就会出手 所以 我觉得这是历史上 最牛的一次 就先进 这个我们其实可以举个例子 就像现在 中 美 俄 三国 不 这三国举比较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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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蜀 对吧 这个 魏国最强 是吧 他要叫灭蜀 那吴国不能看着灭了 所以你看历史上会出现很奇怪的 有些人 觉得 这有一段历史 看的觉得很 很矛盾 为什么呢 说 说蜀国被 吴国 比如说打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 魏来打这个 吴国 然后吴国 扛不住了 吴国去求蜀国 蜀国还来帮他 明明昨天还才挨他打过 现在还要来帮他 为什么呢 因为 你还在打过 是被打了一个耳光 你现在不帮他 明天可能你完蛋了 就是这个 是这样的 对 就是说 反正不能让你得了力 这肯定是这样子的 那好 现在我们战争 基本上 这场战争爆发前的 第二现在爆发前的 所有局势 我们都明了了 实际上 白起从 赵霍从增兵 那一瞬间 就已经站到烈士上了 而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这个站到烈士 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信息 对 这个因子 这个因子 不管是战术 还是战略 还是外交上的 全都 全都 占了优势 赵霍是来进攻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 史记里特殊 写了这么一句话 叫 赵霍 既带连坡 西庚约束 抑制军力 这一段 这几句话 大家几乎公认 这是赵霍 作死的手段 老江那么好的 白热 你都给他去了 作死了 我不知道大家 考虑过没有 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赵霍 既带连坡 就赵霍 他既然都代替了连坡 他当然得 对这个更换约束 这个抑制军力了 你想想 我如果什么都不变 那换我来干嘛的 第二点 我要改变战术 我们得要一个 对吧 能执行我战术的人 赵霍 他爹 当年打那个 玉与之战的时候 就曾经 一出场 马上先定个规矩 说 谁敢给我 这个建议 说如何打法了 斩 斩 他是比较匹配的 而且连坡 他这个人 打了两年多 都被打怕了 手在这 可能也没有锐气了 所以我认为 赵霍 换上连坡之后 他换掉这些东西 换掉军力 都非常正常 合理合理 给你 你也会这么干 现在我们 基本上就可以看出 现在的一个战局了 还是回到钢铃张图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时候 赵霍 曾兵 到长平 丹珠岭一线 白起 秘密的 通过太行山的 扬长坂 这个天险 增兵到长平 这个我还是要加那句 一定要知道 那个阴 这个字 做得非常非常好 不然的话 他过去 即使这个 赵霍不知道 韩国一定会通风暴行 对 大家要注意 这是天险 扬长坂 不是一个光明正当的路 这条路也是很细很展 就叫扬长 扬长小道 这个白体大局 沿着小道进来了 这个时候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赵霍现在是怎么看的 他现在增兵到长平关 眼前摆着 王河一小撮兵力 对吧 出击 这时候最关键的是 不能等了 一等万一 人家增兵了怎么办 出击 我现在 第一我没粮食了 第二 对方可能增兵 赵霍这个时候 其实是隐隐的 有一点点担心 白起那边 可能会有动作 增兵 越快越好 所以他这个时候想 夜长梦多 老子必须马上杀过去 换咱俩谁都会这样 对 兵贵素不贵酒 穿着我优势 我得先打 换我 我不会这样 我会造一点 AK47什么 你这个 我就不说假了 这个 这个 它是 而且 而且这个时候 他觉得时间来得及 速度赶得上 所以这个时候 迅速就可以把 那个王河给灭掉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形 这是我们现在分析出的一个地形 我看过很多关于长平之战的一些兵力的一个方向图 但我认为很多不合理 这是我们认为可能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向 赵霍 就是现在赵霍出长平关 共王河 王河间躲在长平关下 这是一大块空地 我想这个王河是掉头就会跑的 这是不用说的 王河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啊 我觉得可能不是掉头就跑 我觉得他是 且退且战 我的意思是说 他必须有个败事 对 且退且战且败 他一定要战 他不战的话就有点太假了 我说这掉头就跑 是这个意思 那肯定是装得像嘛 对 赵霍不傻 赵霍不傻啊 但是赵霍 对 大家看 我们认为他是沿着这条路 然后拐进来 这是最后的一个战场 你看这个战场的位置 白体实际上已经在这儿 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这个包围圈 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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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入口 天然的口袋阵 装上几十万人的口袋阵 白体他已经准备好了 必经之路 对 你想啊 现在赵霍带着人追王河 追进口袋 其实赵霍这些 我现在还挺高兴 我觉得 好 你自寻死路 跑到口袋里 我逼把你给灭了 对吧 战争到这儿 基本上已经定局了 就这个事情呢 我们有段视频 就在这个 老北坡这块 我们当时是拍段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光郎城出发 我们驱车向北 行驶了二十公里 走入一片山地 这里演绎了 整个故事的最高潮 白起率领秦军 就是在这里 围住了赵军主力 四十万兆军被包围 想来参与的秦军数量 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 近百万人的包围与反包围 如此宏大的战役 又发生在高平市西边的 这个三面环山的凹陷里 我前面的这个山谷 就是长平之战的主战场 大家可以看到 它真的就是像一个口袋一样 两边高中间低 中间一个坑谷地带 当年四十万兆军 就在这个地方 被秦军团团围住 最后困死在这个地方 而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叫老北坡 传说赵阔就是死在这里 他是据说是在正面突围的过程中 被乱箭射中 然后被一个老兵背到这个地方 死在这个地方 传言中的死法有点不同 很多人认为赵阔的死法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懦弱的 一个没有本事的这么一个统帅 最后怎么死的 应该就是窝囊死的 其实不是 其实赵阔是在死守无望之后 最后率着众人正面突围 最后应该是正面中箭身亡的 你要知道一点 正面突围 身上中的箭 应该是正面中箭的 至少在最后结尾的时候 他是一个悲剧型的正面人物 这一点我觉得 我们今天至少看历史的时候 我们要还给他这么一个评价 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 我唯一的感受是 这个地方都丢了 我总感觉赵阔已经完了 赵阔应该是一个希望 你想我可能 我都能站在这个山上 我都能想赵阔怎么想的 赵阔带着优势兵力 带着亡命去打王河 他只看到王河 王河往山谷里跑 赵阔应该很高兴 他走到死胡同里了 我肯定要把他置之于死地 一路追进这个山谷 追到尽头 掉进了这个口袋 他给予求生 是吧 他知道赵阔的危机在哪里 他又看到了敌人 趁敌人弱 而且王河自投罗网 但是进入这个地方 我觉得确实也 望洋兴叹了 没办法了 你就会都看这个地方 基本上进来就完了 没有任何逃生机会 这条谷 因为死人太多 后来有可能被人称为沙谷 我感觉当他们第一步 踏进这个坑谷里的时候 命运基本上已经定了 所以换你是赵阔 在情报出问题的情况下 你的判断也只能是这样 毛主席不是说了吗 宜江圣勇追穷寇 这就得往追死路人追 不可 孤明学霸王 对啊 他没错 错在于情报出问题了 也许是情报吧 好 战争到这 我们都基本上 大家都清楚 这战争是怎么来的了 但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要解 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场战争的结果 就是白起成就了 这个杀神的这个名声 人徒 对 四十万人都被他给坑了 白起为什么要坑这四十万人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得解一下 你知道有几种观点 历史上有传统观点 我们到底选择哪一种观点 也许都不选 其实我们 我们得说清楚这一点 就是到底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给你们可能性 我们只给你们可能性 就是我们想 我们先说传统的可能性是什么 有几种说法 其中有一种就是 说的嘛 说这个 实际里好像提到了 是 照人反复 对吧 这个什么不义与情 类似的什么话吧 反正就是说 这包管 好 一个就是说 就是出路太多 管不了 杀了省事 对吧 省事 这是第一种可能 当然可能 我们也常听说的 就是说 这是秦军的威慑天下 我到哪就杀 你别跟我 对 对我就把你宰了 第三种可能 就是为未来 打赵国 清掉所有的后顾之忧 对吧 把你的有声令还杀光 还有第四种可能 这历史上说的 白起就好杀嘛 这个人好图杀福 是吧 心理变态 对 这里边 其实支持第二种观点 就是支持说 这个什么 为了威慑 这个其实出的人是很多的 第三种人也很多 因为他最后 他确实 他还放回去了 200多个人 200多个人 年龄比较小的 然后 好像去 这好像就是一种 对这个事 大家说 很多人不知道 实际里特意记了一笔 这40万人坑杀以后 有200多个小孩没杀 特意给放上去了 对 这就是 所谓威慑论的 一种 一种支持的观点 为什么要放 你传谣言去嘛 太你厉害了 怕嘛 小孩 小孩没见过这世面 一看 吓死了 我们在里边 说你们都不知道 我们在那个里边 在在峡谷里边 饿都饿死了 互相吃 然后 最后被堵死了 白起太狠了 然后全杀了 我亲眼看到了 这就跟后来 蒙古生这份一样 图成 图成你害怕 没反抗啊 对 第三个也合理 说我把赵国 未来有胜利全杀光 我以后供赵国容易啊 这点其实说说 也挺有道理的 对 这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都有一点点 但是我们今天 反过来问一个问题 白起能不能 不杀这40万 有没有可能 不杀这40万 答案是不能 对 我们现在反思 我们俩推理了一下 我们发现 不能 原因很简单 白起现在 我们知道 他手里的兵力 因为后来说 秦王进发 河东之地 所有的人都 啪啪出来了 白起现在手里 是几朝 大几十万人口 对 而且我们也知道 秦国从后来来看 秦国也没有粮食 粮食 已经没了 突然又多了40口 40万口的 请问 你能管得了他的饭吗 所以你这个观点 就已经承认说 有40万人被坑了 我们 也死了40万人 我们沿着 实际的主要记载方案 不怀疑这件事的情况下 他确实抓了40万个活口 又降了 而这40万人 是饿了46天了 那么后面的结果就是 他必然只能这样 是 如果真的是 如果真的是 可能只能涂掉 对 如果大家不理解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段视频 就是 大家有没有看过 李连杰演的那个 同名状 里面有一段 类似的视频 你可以看一段 你看这馒头 本来是我们兄弟要吃的 你要分一半给这四千人 再分一半 也是城里的百姓 兄弟们围城围了九个月 饿了九个月 你说 这馒头 是给我们还是他们 飞机 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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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白起面前的这一幕 其实跟刚才那个电影也差不多 应该就是这样 一样呢 对 你说 不管你耗不好杀 你的结果可能都差不多 对 如果说 太史公记得前面的事实 都是事实的话 我估计换你 我也没什么办法 所以 其实很多人 还是有这样的观点 就是认为白起 不应该杀祥 对吧 认为 这个 不人道 他们 我最怕这种 这种这个历史爱好者 他是拿着今天的任内瓦公约 去要求当天的白起 这东西很要命 那个时候 既然 我们如果用刚才我说的那个联合博弈的方式来看 这帮有生力量放回去 那 对 你会不会放回去 我觉得可能也不大 就算我想放 我怕也放不了 放不了 对吧 你放回去马上就变成省力军 不 我怕他走不出去做反了 我饿了46天 你不够发凉 我走不回去 而且 而且你别忘了 如果真的是40万人 你把他放回去 你自己之前死的那些人 你这个 刚才说了嘛 联合博弈嘛 你逮住这40万人 你可是消耗了很多的永生力 这是第三种说法 就是说 这是建议的其中之一 你想 你要算一笔账的 第三种说法 跟我们刚才的说法合在一块 对啊 没得可选 对没得可选 没得可选 这是个必然 好 我们现在故事终于到了尾声了 我们说长平之战说了好多集了 现在还有一件事 最后一件事 长平之战 这件事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就结束以后会有什么 对天下有什么变化 我们对这个事的分析是 长平之战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 这个 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这皇谁都知道 不 不多人知道 我们大多数认为 历史重要的分水岭 来自于秦始皇 统一天下 不会吧 对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分析 就是由封建制到大一统 变成专制制 但是我要说的是 如果这样战争技术 是真实的 如果是如果啊 后来秦始皇 那个灭六国的 已经是必然了 对 这件事是 后面的事就是必然了 为什么说 决定了秦国再也挡不住了 没人挡得住秦国了 原因是 过去有强国呀 像楚国很强 对吧 但依然可以被打灭 美国很强 依然会被打灭 秦国很强 也可能会被打灭 这就好像当初 英国曾经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 我大英帝国 怎么样叫做 我是最牛的 我是最牛的 我怎么定义这人 我可以不败 我一定要保证 前三名 我是老大 对吧 我实力要远远超过 第二名和第三名 加起来之和 对 这才有保险 这叫两强法 这个保险 所以同样的 秦国没有经过 就我们先前提假定啊 就司马前写的事是真的 对 写的事是真的 这样的状况下 秦国不打这一仗 就绝对达不到这一点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赵和齐 或者赵和楚联合起来 实力仍然是会高于秦国 大于等于你 所以我仍然是危险的 这一仗的结果就是 你老二老三家都不是我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不怕你再合纵了 可以说你国力 你们合的一块 反正也不一定有我强 或者这样说 简单的两国合纵 我可能 主力的两个 我不怕了 你们没有人该挑战 除非你全部都合起来 但是秦国这个时候 他也有一些小兄弟 所以他不太可能全部联合起来 所以说这场战争才是分水灵 这场战争以后 秦国统一天下 可以认为是个必然 这样之前 可能还不能说是必然 只能说有着概概率 对吧 之所以 为什么大家会认为 会对这个赵阔和白起的这个事情 传唱到现在 然后一直拿来当谈资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这个 因为这场战役实在是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所以 这才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第一战 核心战争 所以中国大一统 那个 当初的起点 就在这一战 对 所以 这才是我们的 今天的最后的观点 长平战的意义 太大了 前提是 它如果是真的 是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